我介了喝糖分飲品 而我的濕疹也好很多 如果你是為了自己或你的小朋友 可能受到濕疹困擾 或其他因為糖分而引致的症狀 也很歡迎你繼續看這段影片 說回喝糖分飲品 其實我們喝完糖分飲品之後 我們的身體就會有安多酚 令我們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但因為我們的身體會慢慢適應了這種感覺 然後每一次之後 我們要喝多些份量的糖分飲品 我們才會有相應的開心的感覺 到底我們有沒有對糖分飲品成癮 我們有一點徵狀可以看看 第一,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 會不會經常都很想喝糖分飲品 或者吃甜食呢? 第二,你可以留意一下 會不會是即使你不是很肚餓的時候 但你也很想吃甜食呢? 這一點我們就要留意一下 其實我戒糖的這個過程 的確是做了幾年 我做了三個方法 去到最後能夠慢慢一步一步 真的做到減糖成功 第一,我其實在當時還在讀博士班 即是在英國藥克大學讀心理學的博士 那當時我就開始發現 不知道是否因為讀書的壓力 以及工作的壓力很大 當時我的濕疹是嚴重了很多的 那我就不停找其他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就發現其實 很多時候濕疹或者身體的毛病 其實都跟我們吃的東西有關的 我當時就在英國藥克大學 我就在那裏讀心理學博士 我當時就留意到 在大學裏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叫做York Test 其實當時在大學裏面 其實它有一些測試 其實今時今日在香港都有的 你做完那些測試之後 其實它會幫你看到 你的身體會不會對某一類的食物 會呈現了一種可能是一個敏感的狀態 那當時我就測試完之後 我發現我的身體對於某一種的食物 是會有一種好像敏感的狀態 其實有好幾樣的 包括譬如牛奶、蛋、麵粉、糖分一定的 即是代表我的濕疹 其實越吃得糖分多 其實會發痕的機會就越來越多 所以當時的確 頭幾個月因為我要減的東西太多了 包括牛奶、雞蛋、麵粉、再加上糖 因為一次過要減這麼多東西 我其實當時真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 我真的有找營養師 真的在那幾個月陪著我一起去度過這個過程 因為我當時就真的要很快要完全減掉 但是不去吃牛奶、蛋、麵粉 麵粉即是包括連意粉都不行 麥皮都不行 糖分 所以當時有營養師真的看著我 我一天三餐 其實我自己煮完的東西 我就會拍一張照片 然後發送給營養師看 營養師就會再評分 還有他會提示我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 所以其實一開始度過這麼大的轉變 我當時真的有找專業人士陪我去度過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已經學習了把健康飲食 真的做到融入去我的生活之中 至於第二件事 我也可以分享的就是 我覺得真的有用的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慢慢自己都會閱讀更多有關於營養的東西 例如現在我喝一些飲品的話 如果那個合裝飲品或者飲品 它是高過5克的糖或者6克的糖 其實我就直接不會買的了 還有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都盡量去低糖 或者是一些零糖的飲品 這些方法其實慢慢都有幫助我 去減少不飲糖分 而去到最後第三個方法 我一直都覺得很有用 也是心理學的研究都有提示我們 就是其實我們如果要改變自己的一些習慣 我們要學習把注意力放在 我其實還可以吃些什麼 有些什麼我可以選擇的呢 譬如那時候 當我突然之間要選不吃牛奶 不吃蛋 不吃麵粉 其實那一陣子我就會吃多了很多替代品 例如泥麥 就用泥麥去代替米 或者糖分 因為那時候擔心那個 如果我吃過多米的話 那個糖分又會上色 所以那時候會吃多一點點泥麥 或者牛奶 可能你也知道了 牛奶我當時就找了不同的植物奶去代替 所以其實在心理學很多研究都是說 我們如果越是去提醒自己 你不要喝糖 你不要吃雞蛋 那你越是有這種好像毀乏的感覺 好像沒有的感覺 你的身體 或者你整個人 你都會很想要那樣東西 但是我當時就自己會不停去提醒自己 有些什麼是可以吃的 其實我可以選擇的東西都有很多的 那你如果用這種心態去應對 我們要在飲食上做的調節 那你會發現自己都會舒服一點的 其實我們都要從小就教導孩子 和食物要有一個健康的關係 也都要學會和別人分享 所以我也很鼓勵你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3歲以上的話 快點帶小朋友去我們的 Happy You Family.com 在我們的Happy You一整年快樂計劃裡面 你的小朋友會學到這個 《慷慨大方的吉娜》這個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面 吉娜會和其他有需要的小朋友 分享自己有的食物 讓孩子學到 我們人其實可以和食物擁有一個 健康的一個關係 還有我們都要多些留意一下 自己身邊的人的需要 在我們能力做到的時候 都要多些幫助身邊的人